几个几架无人机 所以说这里面它的无人机非常多 各种类型也非常多 这边是可能大疆 大家更多的关注一些民用的无人机了 我看这边围的人还真是挺多的 大疆的人是最多的 从早上到现在 现在大家平常消费用的 这种用来旁拍的还是挺感兴趣的 这次有带了什么新产品新技术来吗 带来了大疆全系的无人机产品 基本上大疆的新品 包括这个罩材产品 我们都有带过来参加这次韩国展 有没有哪个是最新的 给我们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个行业级的是 比较新款的产品 可以往后面走 刚才看那个是 那个大的 大的是这个 今天你这里有个后盘啊 对 今天大疆那边人没有住 这些是消费级的产品 就是我们老百姓可以买得到的 玉的这个 变焦版 专业版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手持云台 这个 OSMO的这个 OM4的 这个是现在出了个迷你版吗 对 它有一个一些小的这个迷你版 还是更小 然后需要时间更长 现在会更加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 然后我们还带来了这种 质保 农业质保的这个无人机产品 这个是这个 大疆的T20 2020刚刚上市的一个 一个芯片 20公斤的载重 然后用于农业质保 它这个能挂的是多大的这个 20公斤的这个药箱 20公斤 20公斤 20公斤的药箱 这个产品卖多少钱 这个现在是 45999 对 它的性价比也很高 然后这边是这个行业级的 这个无人机 来来来来 参观的人太多了 这个呢 现在就是大疆工业级的 行业级的无人机里面 比较这个 高端的 或者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一个产品 也就是今年的一个新款 叫M300 RTK 它现在能广泛应用于这个 农林景电 水利环保 交通 它的这个 这个应用都比较广泛 然后呢 也这个 记载了这个RTK的这个定位技术 使得一个定位更精确 然后续航时间能达到55分钟 然后这个 也能达到一个中雨级的防水 然后现在在55分钟 现在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就是 可能续航时间最长的会是多长时间 对 现在就是它 现在最长时间是它 对 现在这种电动的这个无人机呢 大疆的这个产品的工业性能 还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55分钟是一个超长续航 而且电池 在我们北方是可以自加热的 这不会说被动煤电吗 对 这个还不会 因为广泛应用到这个 现在很多的这个行业应用领域 也提高了很多这个 各行各业的这个作业效率了 然后有一些这种 大型的那种载重的 可以二次开发的 这个应用什么领域 这个呢 之前是可以 它下面可以挂一个照相机或者摄像机 就比如说我们专业级的这个 这个传媒或者有视机构呢 用这种专业级的相机可以复杂到这上面 然后呢也可以挂来一些 比如投放装置 投送装置 救援的这种设备 也可以送快递 对对对对 快递可能暂时还还这个 还开启 现在不是已经也有一些无人机可以进行一些配送了吗 对也有一些人在用这个无人机去这个拓展这个配送的这个领域吧 好我们接着这个往下逛一逛 今天的人比较多 今天的人比较多 对我们还是很高兴说看到我们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展会是保有一个浓厚的兴趣 这边这个好大 这边呢就是农林之宝了 这个比较大型的农林之宝 他这个产品啊 我昨天就看了很多人在围观他这个产品 还是比较新颖的 你给他介绍一下 你好 欢迎来到沈阳卓一航工展位 我们公司主做游动直升机的 然后我们是从08年开始做 一直做到了现在 然后像您看这一款 你给介绍你的技术和产品 这一款就是我们第一款的创始机型 这个机型呢是载荷10公斤 然后经过了每年的更新迭代 现在这是20公斤的 像这边是30公斤级的 像这眼前能看到的这个是100公斤级的 我就想知道这个最大的做什么用的 这个最大的我们现在可以做很多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算农林之宝 然后第二个方向是物资投地 海岛运输的那种 第三个方向呢是森林防火 农林之宝主要是这种 比如说播种啊 喷洒农药啊 对对对 吃化肥啊 然后还能做一些什么 也可以灌溉是吗 就灌溉暂时我们不接触这些 主要是像物资投地了 像两个岛之间 像现在中印关系那块 我们主要是 针对于做这些物资投地这方面 熬一岛之间 它相对比较远 然后它做一些投地 好 来我们接着往下走一走 其实包括这一次呢 除了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些展区里的无人机呢 这几天还在长春的晚上 每天晚上都进行了一些无人机的一些编队的表演 我们请导播给大家通过我们的后台来放一下这个画面 非常的美 一共有一千架无人机表演 是不是 一千架无人机 他们是怎么说实现这种编队型表演的吗 这个一千架无人机呢 它还是通过我们提前设计的一个图案 这种图案呢 用这种计算机的编程的方式 这样统一在飞行和表演 而且在这次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 应该说是像这几天呢 一天比一天 可能人越来越多 残余感越来越强 老百姓呢 感觉也在家门口享受了这样一个无人机表演的一场事